欢迎大家本周准时又来到我们的教育夜线场 今天我们的主题相对比较内视一点 就是针对SET考试 当时我们起这个题目的时候 也是内部有些讨论 就是放一些题目吧 家长可能就以为说1600分 那满分最好吧 所以我们尽量做到这个题目 没有那种诱导性 让家长觉得那越高越好 那么简单 但是我们也很难 因为这个考试对于亚裔来说 确实有一定的针对性 整个大学对我们的期望值是非常高的 一会儿会有具体的数据给大家陈列 但是也不代表每个孩子都有这个能力 或者需要考那么高 每个家长的家庭的数据都不一样 所以今天我们就来探讨一下 这个考试整体的变化 对接下来几年 可能至少两三年吧 疫情没有完全消失之前 可能家长面临的选择和投入 然后简单介绍一下我自己 因为可能有些家长是第一次听我们讲座 我是这个公司的负责人 我们整个公司的状态 都是说一帮现实的理想主义教育者 我们不太会像美国主流的教育一样 就是说希望孩子追求他的内心 追求他想做的 因为我们知道那个不太务实 因为首先要解决生活问题 这是很多亚裔家长 为什么会花很多精力 很多财力去在好的学区 好的neighborhood 让孩子去读一个 很好的初中高中然后大学 就是为了希望孩子将来在美国的社会 能够有一个比较decent life 然后第二个呢 我们就是一直坚持成长和进步 才是教育的本质 过去的话我们这个行业的通 通识做法是以结果导向的 但是我们后来做久了之后 因为我们这些顾问最早的 又做了14年了 我稍微晚一点 大概是五六年的样子 我们总结发现 那个代表的是一小部分人 而且那块的话 有很多宣学的成分 比如说一个孩子 能进哈佛这种程度 有多少是孩子自身的能力 有多少是家长的帮助 有多少是机构的帮助 还有学校的帮助 实际上大部分的孩子 我们接触过程度特别高的90%以上是考孩子本身 这个是天赋 在学区 他学习上非常有天赋 不代表将来在别的领域一定成功 但是这个是有绝对的天赋在里边的 这个今天就不展开讲 然后呢 我的个人的教育背景呢 是有经济学 有管理学 还有教育学 这是我的个人背景 然后我们开始今天的讲座 今天的讲座呢 有五个分类 这次分的比较细 我们聚焦在SAT考试本身 之所以用SAT呢 是因为我们西海岸 我们考SAT比较多 并不代表我们忽略SAT的存在 而且每次我们微信文章 我们的那个邮件呢 我们还是希望短时间给家长最直观的 这个信息 所以我们有的时候不会放SAT 但是同样重要 在我们这里边考SAT的不占少数 哪一年 偶尔哪一年的话 SAT可能比SAT多 今年的特殊情况呢 其实国内的话很少能考SAT 就是国内的考程 就是和在座的家长 大部分是竞争关系的国内孩子 因为他们要去香港 要来回隔离 去新加坡的话 来回隔离好多天 所以时间成本太高 还在上学 所以国内今年成了ACD主餐厂 而ACD本身是国内 培训机构不具备这种教课能力的 同时呢 不太符合中国孩子考生 国际学生里边 中国孩子考生的特点 因为数学ACD只占25% 而ACD呢占50% 所以这个很有意思的一个topic 然后第二个我们再讲一下 就是主要是政策 还有说今年到底看不看 这也我觉得是家长来的主要目的 我们也希望通过这个讲座 能够让家长 特别是今年要申请 或者是主要是今年申请 第二种呢 是现在已经是马上升11年级 需要考试规划 那你们可以看到这些学校的政策变化 以及对着考试了解 对于接下来你们 未来半年和一年的这个规划 一些指导意见 我们先开始第一部分 ACD这个up to date 它这个政策 最新的政策是什么呢 我们来看一下 先来看一个打脸的 这个左边是一个尊敬的罗老师 我是这个罗老师忠实的粉丝 他是一个高中没有毕业 在新东方 教国内最优秀的大学生 去考美国的这个研究所 要考GRE 我自己口很多次GRE GRE非常难 这个肯定很多家长学霸 他可能觉得很容易 但是这个罗老师一直是 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励志 反教育的一个教育精英 现在从事的行业比较复杂 这个照片我们用的原因 是因为他这个打脸的视频 实在是太深入人心了 我们最近有篇文章 加州大学呢 就是说内部审议通过 他是本来是制定了一个四年的计划 逐渐取消标划考试 但是呢 中间因为疫情 因为这个换校长的各种变化 他加速了这个进程 以至于去年 本来应该是test optional 他们这个地方法院 来告加州大学 说他们这样是违宪 因为很多低收入和那种 少数族裔 他们在疫情的话 没法去找一些借口的 就说这个考试不合理 就要取消 所以去年的话 可能UC已经完全不看了 但去年比较模糊 因为那关系的周期 所以这个家长肯定是confused 而且在座的家长 我相信大多都是加州本地的 这个呢 我们之前的微信文章 里边会报道最新的这个文章 新闻里边就提到 这个UC校长出来说 那个新的校长 他说他们是放弃了研发 那个SAT-ACD考试 因为他没有这个能力啊 你想想SAT-ACD这两个公司的话 都是超过半个世纪的历史 特别是SAT非常非常早 他最早使用来一个 测所谓的智商 attitude test 所以这个考试的这个历史基点 虽然他喜欢用就题 虽然他赚了很多很多钱 虽然他也有很多的问题 但是他是一个非常成熟的机构 他这前期的投入是不可忽略的 你一个加州大学 你又不给老师加钱 你又不请外聘的机构 你凭什么能研究出一个 合理的测试 而且你要保证每次测试的题目不一样 不能被学生给钻到路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打脸是特别好 形容这个加州这一届 其实代表所有的学校 因为我们在上一节 美国高等教育课的时候 我们看过一些美国权威大学机构的一个报道 就是对整个美国高等教育的梳理 美国高等教育的这个机构比较特殊 他不像别的国家 不像我们的社会主席中国 你政府的干预是非常强大的 你看看学校办不办 一个政策的话是马上能落地的 美国大学特别是私立 包括这些加州为主的公立 他不受美国的直接管理 他非常的独立 你所谓的教育部 他只在哪两个地方有管理的 一个是他在反正是8 因为你也知道 这是政府给的钱来补贴那些 所谓低收入的学生 这样的话 这个钱是给到UC的 UC的话照样可以赚这个 只是说有一部分是用政府拿 这个financial aid这一点 所以他在财务上是有签字的 对UC 另外一个点呢 美国大学里面 是非常赚钱的一个业务 作为大学来讲 而这里边60%以上 是有联邦政府和各级政府 他来资助的 所以这两块是财力对这个大学上 但是大学有相当大的独立权 而美国大学里边 有三个部分来分 来分割这个权力 一个呢就是校董会 校董会是权力大 就像一个公司董事会一样 第二个呢是 这个叫校长 或者是那个administration 就他这些行政部门 然后最后呢是faculty member 就是教职工了 教职工在这个大学体系里边 是有画的权 但是权力不大 而非常有意思的一个事 消费者 你们的孩子将来要去的这个大学 不管你们叫多少学费 不管你们是全奖 还是全付学费 你们是没有发现权的 大学的政策 招生啊 就业啊 课程设计 和你们没有关系 这是美国大学最大的一个问题 但是没有人改变的原因 美国大学比所有的 你能在上市公司看到企业的 年份都长 他们活了几百年 这些排名高的学校 所以它是一个非常僵化的 一个组织机构 有非常好的地方 他学术 因为学术的独立 和这个长期积累 需要一个稳定的机构 这是大学具备的 他同时呢 他缺乏对变化的一个适应 就像这个招生一样 他说好 标画不可理 那我要做一个 他之前都没有做评估吗 对吧 所以早就这么考试 你看右边这个 smart balance assessment 这个呢 是针对common core 做的一个assessment 用电脑 adaptive来课你的等级 你的熟练程度 和你对知识的掌握 但这个考试 对大家来说啊 对对你们在座家长 说的很来说 不管你ACD考的多高 是1000分 还是1400分 不用担心 这考试非常简单 就是和没有一样 亚裔学生肯定都会很高 因为他对考试 本身就没有难度 所以说 这个考试具体 什么样实行 他们还不知道 他们现在评估 找了一帮专家 在评估这个时候 都要花钱的 其实在去年 这个UC在在鼓吹 就是包括在政策上 已经做出要淡化 标画考试取消的时候 UC自己的research 也做出来了 发现标画考试 能够预测一个学生的成功 非常关键 他有这个research 在UC网站能找到 他实际上是和UC上的 做做偏离的 但是没有办法 哥们就不过大腿 家长一调记者 加上你们的孩子 读到大学你会发现 教职工教授 可能非常强 不代表这个学校非常强 学校的管理 很多时候是过时的 是那种外行指挥内行 像很多政府机构都一样 这是美国的一个特色 之所以给大家 这么多背景知识的 事让大家知道 要客观的评估这个大学 大学他再怎么排名高 再怎么名气 你要评估他作为一个组织 他的一些潜在问题 包括UC 我们针对UC来看 就是希望你们在政策 预估的时候 你们有个数 这个校长刚来 他的薪资比上任校长 女性的校长 要高一倍多 这之前我们讲的提过这个点 这个非常不合理 也没有人告诉他 不知道为什么 但是呢 他上任至少要很多几年 接下来 UC针对这种族裔的平衡 更多的组组 少数族裔 女性或者是低收入 但他主要是打族裔排 他会更加的深远的影响 UC的录取率 特别UC博克里这个学校 我们强调过几次 他们的校长是非常 坚持左派那一套的 这个在政治立场上 是独立的 这无所谓 但是大家要注意 如果你一直认为UC 是你的保底校 你接下来要小心 你要小心 你会被 你会被你 你会被你们学校 非常残酷的数据所打醒 然后这个就是 所有的学校 因为我们很多家长 可能是国内的 国外的 还有那些憋子州的 因为我们也不知道 我们的YouTube视频 竟然还reach到很多 新加坡的家长 Arizona 还有那个Mini苏达 所以我们现在尽量 把我们的新闻的 范围扩大一些 给家长一个持观内向 而且我们越来越多的发现 今年我们招募申请记的家长 有一个非常显著的特点 过去呢 有时候我们就在加州 我们就生两个 四个都有 因为孩子成绩 基本上非常好预测 今年来找我们的 目前没有低于六个的 80%是十个 我们没有 知道他申请多少个 他直接就要十个 就是因为 去年他们也见证了 录取的这两年的 一个下坡 就那个UCUC的话 再也不保底了 所以他们加了很多私立 私立的话不确定性强 所以不像UC一样 一路到底 他就要不同的工作量 所以这今年一个趋势 另外呢 你看大家看一下 第一个就是加州大学 Test Blind 如果你的预算 只能升UC的 还有下面那个 加州州立大学 不用考ACD 不用担心 你把孩子GP Build up 把科学活动弄好 就行了 AC的话UC有用 CSU California State 就是加州州立没有用 他除了个别 很好的Program看点ACID 别的不看 科学活动看的也不重 加州大学呢 是十所学校 九所有本科 家长基本上都知道 我们几乎每个讲座都会提 我也不赘述 第二个加州州立大学 Saint-Diago State Saint-Diago State 还有那个Capolio 还有California State 这些学校 教法不一样 但是这个系统更大一些 他大概有23个分校 具体学生数量 我是不记得了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Georgia 佐治亚州的公立大学 他要成绩 你必须得考 你要申请他们的所有大学 你要考 这里边就有我们很多家长 非常喜欢的一所理工的学校 Georgia Tech 这个学校的话 硬指标其实挺高的要求 男性比例偏多 大概在70%吧 65到70之间 就业率非常好 专业非常Hardcore 他贴起来名字像一个司令 他其实是个公立 这学校也非常不错 很多学生拿他来 和U.C.Saint-Diago来compete 最后还是去这个学校 多一些 当然有的其实 每个家长都不一样 然后华盛顿州的公立大学 整个华盛顿州呢 他的话是永久的test optional 这样既然是永久的test optional 就是你可教可不教 亚裔学生我建议你教 一会儿我逐个分析 什么样的孩子要教 什么孩子不用教 但是大家看今年的正常 今年最新的正常 是test optional 永久的 就之后也是 然后加州理工学院 COTEC 是我们真正华人 心目中最难录取的学校 超过MIT 这个学校教的是那种 科学家类型的人才 学校非常漂亮 小博士的经典代表 比文理学院还小 也非常漂亮在Pasadena 我也是有幸刚入行的时候 去带学生参观过 接触了几个学生 非常喜欢的学校 不好意思我打错了 加州理工是test blind 再也不要 就再也不要 永久性的 而且不是暂时的 和加州很像 加州其实也不是永久 为什么呢 其实家长如果您 对这个有了解的话 您肯定知道 这种学校 他test 他考过SAT没有意义 你AP考个十门全五 你的SAT2 当年有的时候 数学你全是满分 你的AMC 这个学校根本你录不去的 这个学校录的那个小孩的在 学术领域的那个拔尖程度是 是非常少的 可能是万分之一啊 千千分之一这种级别 而你SAT考个1500多 那在美国的话 一抓一大把 对吧 申请这种级别 太多了 就是每年哈佛大学 公布他的新生 profile里边 非常有意思的就是 哈佛大学这种级别大学 他们每年 SAT满分的人里边 也就录个百分之三四十 四五十 SAT满分啊 其实已经是不多了 大概是在全国 也就能几千上万个 就这么多 不多几千个吧 上万不敢说 有的时候可能更少 所以大家要知道 有些学校取消呢 它是政治因素 有些学校取消呢 是凑润的 加州理工从来就不是 特别看着SATCT 因为那个不足以 让他来筛选 优秀的人才 他们本科招生 每年就招两百多个人 他他太难落了 然后科娃娃州立啊 这个系统的话 有些学生会考量 这个学校 你像我之前有一个朋友 他读的是科拉多矿业学院 他不叫大学 就school of mine 这个学校的就业率非常好 石油工程啊 地球物理啊 还有一些硬件的 这个电子工程 包括计算机工程 都非常强 很多国内清华学地质的 包括中国地质大学 都会在这学校读PhD 这个学校 科拉多的一个特点 就是科拉多是很多 加州人往那搬的一个地方 生活成本极低 比德州甚至可能还要低吧 然后呢 它的环境比德州要好一些 自然 我现在天气我完全了 然后这个学校有一个特点 我们曾经有很多学生 他的成绩真的是非常一般 但家里边巴基台可以 就是可以Ford out of state 就外流的公里和那个私利 所以这个州里边 很多学校是保底学校 非常保底 就是孩子二代几的GPA SAT也就1000左右 能进得去 这个是很有意思 包括研究生 这是我们的一个经历 然后其他绝大多数学校 这个就是真正家长关心的 因为有些学校 目前还没有公布政策 只是写了test optional 他没有make news 然后这个是我们做的一个图 加上看一看 也可以扫码关注 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号 我们的新闻都是比较及时的 然后这里边就有 这个我们统计了 美国前50大学 它的目前政策 大家看一下那个 红标和绿标就行 黑标不用管 黑标的话 你就提交就可以了 前50大家看一下 那个排第9的加入理工 这个永久的取消 UC就不用看了 佐治亚理工要考 佛罗里达大学要考 这个学校是个公立 商科还可以 别的专业没有那么突出 但是它的中排一直很高 这些年 加州甚至非常少 但是如果您是不是加州的 您也在乎排名 有可能您是国际学生 我不清楚 这个学校可以考虑 这个学校录取率还是挺generous的 就是比较好录 不难录 排名和实际录取率不成比例 然后大家看 这个再往下看 看绿色红色 其实没什么了 就基本上都要教 就除了红色的加州系 和绿色这几个 我们刚才统计过差不多 就这些 对啊 然后我们再回到这里边 那有些家长可能 孩子比较小 或者对这更陌生 第一次听我们讲座 我们再给大家拆细一点啊 就是怎么来界定这几个政策 我用了个题目 就是美国大学逐渐清晰的政策 这是在讽刺他们 他们越搞越晕 一帮教书的 一帮这个管理 管理搞高等教育的 一个考试政策 这么来来回回 当然了 这里边很多是政治因素 有起了很大的作用 大家看看这四个点 它的网站 不管怎么写 你就看如果是text required 你要深 你就必须得考 你考来必须得交 因为你不交的话 你不具备申请资格 你会被秒据掉 然后第二个 test optional 这个就是刚才我们看了 大部分大学 你们心目中的那些名校 还有你们比较喜欢 耳朦目染那些学校 都在这里边 都是test optional 他test optional 就是为了避嫌 如果他说test blind 那压抑可能够他 如果他说test required 那可能其他记得力区 你可能也会够他 所以呢 现在大家都在站队 都在为了在媒体里边 做出一个非常好的形象 所以这些大学的话 都会做一些政策调整 然后有的学校会说 stop text required 就他说的比较raw一点 他说我们不强制 我们取消了考试强制 多么绕对吧 没事 你就考就行 因为我们是亚裔 我们没办法 还有一类学生 他也是亚裔 他不用考 我一会儿会给大家说 我具体给大家有分类 然后最后一类test blind 这个你还真不用考 你不用教 但是你要考 我没有写 你不用 大家看第四条 我写的 test blind 你不需要提高成绩 教了也不会看 但我没说你不要考 为什么呢 我接触这么多学生 没有几个 是真的只升UC的 我真没见过有的 即使要financial aid 他也会升私利 因为financial aid 私利给的更多 有的学校 只有那种信息 特别闭塞家长 或者觉得自己特别懂 不咨询专家 也不做research 自己就升UC 那最后可能全聚得 我们有啊 我们现在有一个学生 家长他来咨询 就是孩子 已经是在六月份咨询 就是孩子外州的 全聚了 这孩子身子全20 全给聚了 否判的话 如果在加州 他肯定几秒前 但可能在那个州的话 我觉得也还行 但是就全聚了 那来不及了 那怎么办 你只能要不去设计大学 要不你gap year 两条路 对吧 所以家长一定要看 因为现在的政策 对亚裔来说 不是那么友好 就是很多综合因素决定的 我不认为是这种歧视 其实他们政治角力中的 一个权衡 然后第二我们看 SAT和ACT的考试的 相似的区别 很多家长可能都不了解 SAT和ACT 那给大家稍微简单 这个扫盲一下 这个SAT、ACT这家公司呢 做的图特别标准 我们这么多年一直在用 它非常直观 大家看看考试时间 差不多基本上都三个小时 然后考试的这个内容 阅读英文 一个叫写作 一个叫英文 其实都是一样的 考法你的语法和词汇量 然后数学 SAT呢 它有一部分是用计算机 一部分是不用计算器 ACT呢 它有一个部分叫Science和数学 实际上家长 你就忽略Science这个题 Science呢 就是英文 阅读理解 只是说科技类的阅读理解 所以家长要注意 如果你对考试特别了解 像我们这些老师啊 就是非常专业的 我们目前在开一个 我们的SAT 周末班已经快结束了 这次学生的话 成绩差点比较大 我们其中就发现 很有意思一个点 可以跟大家分享 很多家长认为 那考ACT呗 亚裔的数学好 对吧 里边 1600分满分 800分是数学 对吧 这非常理性的一个判断 不是的 你们家孩子如果是美国长大的 他有可能 如果他不是那种 特别怎么讲 逻辑特别强啊 而是努力型的 如果他GPA不错 他很有可能更适合考ACT 过去我们每年都有这种 通过调整考试 来获得了一个分数的飞跃 假如说ACD一直卡在1450到1470之间 他怎么考都考不上去 然后他通过一个转换ACT 当然了 你不是跟我换那么一点 你要熟悉考试 我们专家评估 我们这个专家组 我们的ACD数学老师 ACD英文老师 还有我们生学顾问 还有我包括在那里 我们做一个评估 因为他的这个考试的这个pattern 和他错的那些点 还有他的这个做题习惯 还有个人的这个对考试当时的反应 我们综合考虑 觉得他可以调整这个战道 我们发现好多孩子 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在ACT上考的高分 露得很好的学校 非常危险 每年都有这种案例 然后今年我们这bookcamp里边 有一个孩子 很有意思 爸爸比较佛系 爸爸特别佛系 也是我一个很好的导师 以前我们工作的一个合作伙伴 他的妈妈呢 也不是那么了解 因为要工作嘛 父母都上班 然后孩子也比较佛系 体育比较强 结果呢 成绩一般 活动也很一般 我们在评估的时候 我们就说 好像就像标画 就是这个进步幅度呢 对他的这个升学 影响比较明显 我们就在上暑假 其中除了做活动之外 我们给他安排了一个 考试做评估 一做他说 我治好ACT 因为ACT一直取消 好想想 也有道理 一口说这样 我们的那个ACT周末班呢 是你可以报三周的ACT 三周的ACT 你可以做一个调整 因为我们这个班 就是给一些 想试取的孩子 我们的那个时间 也不是很长 都是中 而且收费也是非常低的 结果这孩子 就是在试的过程中 意外的发现 他的ACT ACT更强 这种事我们过去 非常少见 我们一般的孩子 都是ACT卡死了 然后ACT有个突破 因为ACT整体不难 ACT难度是偏低的 但他对这个 你对知识点的熟悉程度 要求极高 ACT要求速度 大家看右下角 ACT平均每道题的 做题时间呢 英文只有36秒 reading是53秒 数学是60秒 而ACT都要长一些 但是有一个点 可能是外行看不懂 ACT的reading那个text 他那个阅读的篇幅 要长50%或者一倍 要速读 就非常 就是你可能读不完 这是为什么国际学生 不敢考ACT 内容太多了 虽然词核量没有ACT那么难 但也是不简单 需要大量的阅读 包括那个科学部分 大量的读 读图表干嘛的 国际学生根本就懵了 因为他没有接受过这些东西 所以这个孩子非常特别的 我们这么多年里面很少见的 他ACT也不错 就是比他GP要高啊 比他GP那个区间要高 31 32的链 我们当时想3334就很好了 就等于是GP3.9嘛 结果他ACT考得高 而且每一次考试都有进步 后来我们就等于评估之后 我们决定上来考ACT 因为现在也是 疫情的话是逐渐 大家在开放啊 这个病例在降低 所以考场越来越多 也不用你要跑到别的州 开车几个小时 只坐飞机去考一个事 不需要了 ACT他也需要生存 他需要赚钱 去年一年的损失很大 所以他会加考点啊 这些等 因为你记得 取消ACT和ACT没有关系 ACT想开 想每天都开 是政府让不让 他所在那个区域让不让 是这个问题 所以家长要做一个评估啊 在保证孩子身心健康 没有这个疫情影响风险的时候 你要做一个博弈 他适合考哪个 这个要评估的 这个不是说你考一次就能知道 你要做diagnose test 我们的专家要跟你讨论评估 这是对我们内部学生来讲 如果你是就是说 你们要自己动手 自己的来做这个申请的话 你们就自己去官网下一些题 买些书 自己做做看看 自己做一个屏幕都可以 我们继续 然后相似和区别 大家都看了 对大学来讲 这俩没有区别 这俩是一模一样 有些家长就会说 那我说要不要两个都考 当然了 这家长的问题是在疫情之前 因为那个时候 标划大家都知道很重要 最近问这个的少了 我们的答案是 你只需要考一个就行了 除非呢 你能做的都做好了 你真的是没事的 你考试又特别强 那你两个都考着玩的 一个考35 一个考1580 反正疗胜于武 有一点点用 让那个科长官知道 你考试能力推特别强 这个可以 但没必要 没有必要 因为有很多更有意义的事 它就像一个 一个筛 筛那种杂志的一个filter一样 它不同层面筛成不同的学生 GP筛一圈 ICT筛一圈 然后那个活动筛一圈 领导力筛一圈 然后家庭背景筛一圈 筛到最后 就是那些真正 特别他们想要的那些学生 让我们看看 SATACT的分布 这个是我 Durisa的时候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 红色区域代表 更多的人选择ACT 蓝色区域代表 更多的人喜欢SAT 大家没有发现 这个蓝色区域 好像更经济上更发达一些 很有意思吧 我在想 就是一会儿 Durisa给大家看一下 就是这个SAT的 这个考试的preference 和家庭关系有很大关系 因为他们说 SAT是有个报道 就是所有的大学 在抨击SAT 不合法的 很不合理的这个条件下 都会引用一个study 一个research说 SAT和家庭收入 有很直接关系 就是家庭收入越高 SAT越高 说是对低收入的一个歧视 对低收入的小孩没有钱 这个补课读书 这个同一个国家 和现在角度 这个是合理的 但是我觉得他们这个很片名 只是用这个来 来做自己的argument 那家庭收入好处 一定是那些不法的否则 一个家庭通过自己的努力 通过自己的工作 通过父母的牺牲 给孩子获取了一个好的环境 这个有错吗 这个不就是美国梦吗 对吧 所以这些东西呢 你听了就行 家长肯定比我还能了解 因为你们都是靠自己打拼 走到今天给孩子 很好的学区 很好的生活 都是很不容易的 所以我就说 这个图里边很明显的代表 美国经济的一个分布 这个蓝色区域都是沿海 和经济相对发达一些的 他们ACD多一些 因为ACD和逻辑 和语言能力有关 语言就是你的阅读量 逻辑这个有一定的天赋 而且学理工的人 逻辑一般比较强 因为他逻辑好 他的学理工 更有优势 所以他就是 这是一个先有极性后 就是极核弹 哪个性有的问题 这个是个 当然是这个是 这个是个位了 这个是我一个 做一个设计中 发了一个心想 那和大家分享一下 觉得挺有意思的一个现象 这个我曾经上课的时候 我们一个老师 讨论过这个事 他教那个higher education 他说这个呢 你可以专门做research 去做一个PhD的 那个signitation 我说 我说我没得工夫 做那个PhD太累了 我这脑袋也不够使的 我们继续 然后另外呢 就是看一下这个ACDACD转化 家长可能不太知道 你们看一下 不要管他的分数 你要管他的percentile 你考3536 其实你是在全国 和全世界这个考试里边 比你的这种稀缺程度 对吧 大家看 13901400 也等于30往上 因为我们觉得ACD30 就是一个很不错的分数了 再往上 1490的15001是33 他等于是 就是全国里边2%的人 能达到这个成绩 然后1520以上 就是全国1%的人 能达到这个成绩 这已经很高了 还是那句话 我们之前做过一个统计 美国高中应届毕业生 不去涉及大学 直接升四年大学里边 能录取藤校的 这个人口大概在1% 所有美国高中应届的 不去涉及大学的 不去当兵的 不辍学的 全部加减 代表上这1左右1点几 疼校 所以这个数的你看 就很有 当然没有直接相关 但有一定的影响力 所以这也代表了一个 人的政策分布 就是这个考试 他必须要reflect 这个人的不一样 如果考试不能区分 你人和人的区别 这不叫考试 这不叫标准化考试 他和驾照考试不一样 驾照的目的上 你过于这个技能 而这个考试就是为了分类的 所以现在所有大学的 argument是有问题的 他们说这个是不行 把人分成369等 这不搞笑吗 不分369等的话 你为什么有的人 就薪资高 有的人薪资金 有的人就能擅长一些职位 有人不擅长 当然没有阶级之分 369等更讲的是 他在这个某个 固定的考试和这个 工作待遇上的区别 这个是一定有的 有人的地方一定是有阶级的 只是说这个阶级的话 是以数字呈现 这是以这个人之间的 就是不信任出来 这个就没法说了 所以大家看一下 我圈的这个区域呢 就是我们接触的学生 他们常会出现的分数 不管他几年级 我们接触学生 以这个为主 就是他们也是比较纠结 当然我们因为成绩比较弱的 很多 我们今年不看 孩子成绩弱的就比较多 各方面原因 有的是新移民 有的是孩子在的学区 可能没有那么紧张 有的孩子是身体上的原因 这个我们都理解 不一样 你没有1%的人能去好多学校 但是大部分孩子是普通孩子 他会目标前50 因为前50在我们来看 还是比较容易达到的 特别专业也不错 大家看一下 这是一个趋势 疫情前后的影响 大家看一下 从2000年过去20多年 ACT的数量 他有升而减 大家看中间交叉的地方 很有意思 在之前的话 ACT就是一直上升阶段 他中间有一个段 是比较flat的这块 就是因为他那一阵是换考试 2400到1600的过渡 所以一旦那样的话 那培训机构 包括学生 他就抓瞎了 他需要 培训机构需要足够的提量 来适应这个新考试的变化 不光是评分 他整个内容都换 因为ICD老出问题 他老重复利用考题 所以而且被不同机构呢 一些专业做这个的 包括一些道题的 就给破解了一样 就是学生的话 因为国内的话 有些班的话 他直接就是用ICD真体在列 有的时候他就碰到一套真体 或者打个市区啊 去年听说一个事就是报道 前年了 一堆一堆那个考团 在洛杉矶考试 结果懵了 给机构交了好多钱 就是他们说能够压整题嘛 因为有时区的区别啊 所以他有基金 他能拿到一模样的题 结果呢 压错了临时换题 结果那边就闹着要退钱 反正很有意思一个现象 就是在任何一个考试面前 都是有毛利的 都是有毛利的 呃 美国这边我没听说 孩子都我们都是呃 不管是这个行业 还是说这个道德标准 当然压力也没有那么大 国内的话也是破压力 因为不是每个家人都想天儿走险 因为当这种大环境逼着你 不得不天儿走险的时候 很多家人都会选择 去做这种呃 这种决定 这个也也也没法诈指 然后我们再看这个成绩的评估哈 这个很有意思 这个大家看见report 你们的小孩肯定都有啊 这个我就不多说了 我只是告诉你 就是说你不要看他具体分数 你要看他的那个percentage 你看这个孩子 他的数据部分只有520 呃他是不不到50%的 他就是below benchmark 就是大学的话会看 因为有些孩子申请是呃 50开外的大学 就他的1199的话足够了 申请一些大学足够了啊 就是说他针对他的大学目标不一样 不是每个孩子都进成校和前三十的 所以他要看你评估 如果你这个小孩申请理工类专业 申请数学统计啊 什么物理之类的 你这个sat的分数 假如你申请一个呃 克罗拉罗州某个非常保底的学 我不能name the school啊 他他一看就不会录你啊 你申请数学专业 你想学计算机啊对我们学校平约 sat是1050假如说啊 但是我也不会中意 为什么你的专业分低啊 你在学的a 你拿个algebra geometry pre-cal 我看不出来 我不知道你高中什么样 你是加州的 但是你的sat标准化考试部分 你得考到45% 那算了吗 你不适合学数学 或者你根本就不了解 自己算什么 直接聚焦 这种案例我们过去是接触过的啊 不是我们做的 我们不会这么干 我们一定要和孩子 让孩子调整专业 因为你喜欢的东西 必须是你擅长的 特别大学甚至这块 没人在乎你喜欢什么 而在乎你擅长什么 如果你真的强调 强到各种标划成绩啊 satgpa都特别高 出现性特别牛 那你有这个资格挑战 你随便选专业 无所谓 大部分孩子不是 所以说家长要叫界点这个啊 孩子有的时候 很好劝的 因为现实可以给他们啪啪打脸 然后这个是A7的分数一样 A7的四个部分 每个部分是36分满分 他的平均分就是36啊 就如果满分的话 还有写作 写作可以忽略 家长如果说 要不要考写作 如果孩子写作好 可以考虎虎虎虎非 但是没有一所大学 强制要求写作 没有了 特别是疫情之后 疫情前的时候 UC是一定要写作的 UC一定要 别的学校都是 你可教可能教 不影响 因为他觉得 那么短的时间内 写一个文章 看不出含金量 没有身子熟虑 所以这个 疫情之后 ICD都选择 写作我建议就 没必要报 没有意义 没有区别 然后这个呢 就是我瑞瑞士时候 发现的一个东西 跟大家分享 很有意思啊 就是ACD满分 驱使大家看 从1997年的74个满分 到2018年的3700个 对考试人数是double了 大家看一下 考试人数啊 确实double了 你乘以二的一百多 就他在久点上升 家长 就是这个 这个这个趋势很明显吧 就是因为任何一个考试 如果他非常 ACD的好处是非常稳定 他和SAT不一样 他不会经常的变化 而且 ACD没有出现过重体 他这家还是比较靠谱了 一直是用新的体 远游体啊 而且提醒来 大多变化形式 所以这家考试 一直比较稳定 然后他的这个趋势 你看啊 他的满分越来越多 越来越多 为什么 非常明显 大家破解啊 孩子智力的 人的智力的话 发展没有那么快 是有逐渐的增长啊 但是主要是因为 嗯 练的多了 机构多了 找老师一律一的多了 所以 他会慢慢出现满分的 他的满分 如果你在18年啊 这最新的数据啊 你是满分的话 你在全美国 呃 ACD考生里边 你的比例是 0.1% 就千分之二吧 就这个比例 然后你看 这个是千分之1.3 然后这是万分之六 你看2013年是万分之六 就是你的稀缺性 在逐渐降低 这个很关键啊 假如说我ACD36 我当年可以申请到宾大 或者杜克这种 中级别的腾效 杜克不是腾效 我按这个来算 但是你可能在18年 你就不具备 为什么 你同样提交 这两个学校的考生里边 ACD数量变多了 所以这个就像我们的房子 和我们的 和我们的这个 Costco里边那个肉一样 这个物价在通胀 ACT ACD都在通胀 所以ACD 为什么三来五次 来做这个考试的调整 就是因为 如果一个分数 没法把学生分成三六九等 这考虑是失败的 大学就没法通过来判断 那大学就会减轻对他的依赖 那如果大学不太看 就没有人用他了 所以为什么大学一直看ACT 他一定需要 美国三万多楼中 全一个满大街都是 他怎么来判断这孩子的事 还一辆高的 还一辆低的 他只能通过ACT 所以这个是不可避免 这是为什么腾效 那么左的一波学校 他们都没有取消ACT 因为他们没法判断 他的最客观的一个数据 就是标华考试 然后这个呢 也是我在调研过程中 发现一些很有意思的东西 和大家分享 就是内衣家research 这些都是 已经published的 一些research paper 一些研究报告 ACT考试的 这个成绩呢 就是成绩高的孩子 他是遇到 他是在大学里边 他的状态很好 有一个学习就说 我们之前发过文章 就是GPA比ACT更能预算 预测这个大学的毕业率 其实是一个非常隐藏性高的 一个论调 大学毕业你知道多容易吗 家长可能不太清楚啊 在某些专业 我在黄山大学啊 某些专业 你知道他专业多少分 你就可以这个课就算过吗 一节课啊 你就算pass 零点7 还是零点9 我忘了 就可以过 就是你D以上就可以 然后有些专业可能很一点 2.5 2.0 太容易了 你说你随便学校个作业 你找个老师补衣补 你怎么可能过不了 你只是不愿意学而已啊 那天天打游戏呢 难道我没法说了啊 所以说他用毕业率来衡量 GPA和这个毕业率的关系 是完全是纯粹是胡扯 因为毕业太容易了 对于那些大工大学来说 对吧 你不好学那没办法 而ICT是告诉你 Core Readiness Benchmark Readiness呢 它有个考试 对那个整个大学上 有个评估 有个测试 测试它的英文能力 和逻辑能力 就这个能力是和 GRE分析比较相关 明显的看出 亚裔 这个Core Readiness 更强一些 这个就非常便宜 大家能看 这个study非常有意思 这个就更有意思了 这个是杜克的一个 PNT 现在在阿凯萨大学 当助理教授 他是一个亚裔 他是可能是ABC了 他做了一个research 就是发现 ICT的分数 平均分项 决定了 就是很好的预测 你大学专业 数学统计 物理 社会科学 社会里边就是经济学 统计学 英语数学 都属于社科里的 英语数学不是 英语数学不是 工程 生物 计算机 到这个分数就低点 到最后 农业 教育 教育相对低一些 因为美国大学 有教育专业的 因为你可以教小学 教育员 所以这分数是不搞 所以这也是 我之前和一家长沟通 发现一个问题 美国教育最大的问题是 公立学校里边 老师包括管理层 这帮人的话 做老师的 他不是学 社会里边精英层 这和国内一样 中国美国完全面临一样的问题 中国是高考分数 师范类的学校分数 都不是特别高 即使这几年 现在也在提升 包括退休 这么多好在 他也不吸引最盈盈盈的 那批学生 高考分数最高 美国 学就是说 ICD最高 活动最强的一批 他不学教育 为什么 腾校里边 本科就没有教育 前二十前大时 我就没见过 本科里边有教育 这个专业 称的是个腐修 就主业是没有 因为教育学 是个比较综合的学科 很难界定 你的这个专业度 所以 所以我就告诉大家 你们有的时候 在思考这个 美国教育的问题 在哪 你要考虑考虑系统 是谁在教 教这批人就有问题 非常有意思 这也是我在 每次给大家准备 讲到那种 我在research的时候 一些思考 我觉得很有意思 因为有些是我们认清的 问题本质 我们才能有对策 因为有些东西 是不可改变的 只能让 从我和孩子做好 更好的沟通 让他看不通的声音 去了解这个问题的本质 抱怨学校没有用 因为再好的教育 他也不是一对一 在学校里边都是量产 再好的私校 他小课也有七八个人 对吧 你还得有独立的思考 家长在家里边 千万不要因为 孩子独立很好的私校 很好的功效 而忽略对孩子的人格培养 性格培养 对社会知识的培养 这个是非常关键的 这个我觉得 这是我去年一年的 非常大的一个感受 然后 比方说的话 考试到底有什么意义呢 为什么它意义这么存在呢 我刚才已经有提到 大家看一下 从1972年到1982年 很多家长年龄 就是70后 你们看看 这个分数的文定性非常强 它基本上就1000多 这个是考试的终止 就是median score 就是终止非常有代表性 不是average average比较tricky 是median score比较有代表性 你看530509 523506 你看有variation 有降低型 你看到最近 2011年到2020年 你看 16年 就是终止494 508 为什么会这么低呢 第二年533呢 因为2016年是 SAT 就是college board这家机构 把分数调整成 1600的一个契机 就那个时间段 正好是那个时候 所以就产生了这个现象 就是大家不适应 这培训机构的题不好用了 学生也懵了 对吧 考的人也少 但是他后来 你看慢慢稳定了 533536 这个区间就稳定了 所有的标准和考试 刚才那个关于 ACD slide我也提了 他一定要非常完美的 呈现一条中型曲线 来把人分成不同的 这个upper middle 呃 呃 lower 必须要不要分出来 大学的GPE也是一样 所以呃 家长要理解这个考试存在的意义 这是为什么大学不会放弃 因为他需要一个标尺 这个为什么他要标准化考试 然后讲到重点啊 就是哪些学生必须考ACD 第一种case 所在的沟中 缺乏竞争力 这是咱们湾区 单位有房价不低 但是学区 分数你要看分数 他也不低 但是所有的这个 屏数成绩一般 你看啊 他的平均ACD1200多 家觉得还可以啊 你要对比他的房价 你觉得不可以 因为同等房价的话 平均ACD都在1400以上 这家是比较低的啊 然后他的AT就26.5 这个对亚裔家长来说 是不太接受的 外州的家长 我觉得你们可能接受多一些 保不齐待在加州的话 不可解释 为什么 不是我们加州的家长 总共的鸡娃 而因为加州的孩子 申请任何一个好学校 他的巴尔都非常高 他要求极高 因为这个学 整个北加州这个区域 加长的受教育程度 和教育的投入都非常高 他们 但是他不能把名字都给你啊 所以他就自然里边 就是扼杀了很多 非常优秀的孩子 但因为生活在北加州 这个没有办法 这个是一个 我觉得就是 非自然选择的一个原因吧 为什么原因在哪啊 这第一所高中的特点 这个学校只有9%的亚裔 这个 这就是原因 这个 亚裔是非常容易拉高 这个学校大家看看 好像不错 因为最近有一些家长 在咨询新移民 他们说要登陆美国 问我一些问题啊 他说 这个学校是蓝带 不跟Uber 我说蓝带不值钱 我说蓝带和这个学校 没有关系 我说 好多学校都是蓝带 这蓝带的评价体系 和你 大学的入学历 完全不是一个概念 就你不要被这个人蒙了 你看 这学校还把这个放在 他们学校官网 说我们是那个什么银牌 在US News World Report 这个美国的教育组织呢 一边抨击这个排名 对他们的这个负面影响 不可观 一般呢 又用那个 这种各种排名来 给自己贴金 我所在的这个教育学院 也干过这事 我们排到全美第一的 教育学院 他们全系发 我们全系发邮件庆祝 我当时想 你们是教育学院的 这个教育者 你们陪着校长和系主任的 还有像我这种做教育行业的 你们不是说 天天说这个US News不合理吗 怎么把你们拼成第一的话 你们那么高兴呢 所以当时我们就在托尔勒 我们几个做这同行业 我们就说他们真是虚伪 但是没办法 这就是现实 这个高中呢 是Sanamon Valley High School Sanamon Valley High School 他叫Sanamon Valley呢 他其实在Danville Danville非常漂亮的地方 房子长大非常凶 房子非常大 非常漂亮的地方 这种情况 如果你所在的高中呢 如果你所在的高中 像Sanamon Valley 这个学校在我们的 我们官网 inlightness.com里边 有一个加州高中排行榜 我们是纯粹 这百分之百利用了 UC录取数据来评估 来评估这个学校的这个 说白了就是整体的升学率 然后我们在这个榜里边 这个学校没有排到前三十 就是家长就你就知道了 所以说 如果你们所在的高中 每年录取UC的伯克力的 就在十个八个 或者是更少 或者少于二十 而且你们学校也挺大 四百个人 那你们学校和这学校应该差不多 然后如果你们学校一年 可能录不了几个 前二十个私校或者同校 你们学校和这个也差不多 所以说这种学校 你一定要考S&T 因为你们学校整体录取率不行 你的GP再高没有用 因为你上线很明显 你又不是白人 对吧 你又不是父母 又是校友子女 所以你必须通过这种 标准化考试 来signal 给那些大学一个信号 你看我和这帮同学不大 不大一样 我学习更强 我的考试比他们要高很多 他们平均一千二 我一千四百五 一千五 所以这类学生一定要考 强烈点你考 你看为什么我说这个学校竞争力 你看他去年录取结果 这些是有重复录取的 他说的是 他没有说是 如果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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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乔治成 一个 一个 密歇根 这个这个 外州的 一个 圣母 斯坦福 塔夫斯 范德堡 华盛德优 里边真正 含金量高的 是斯坦福 斯坦福是真不好录 然后 芝加哥大学 是前五大学里边 最好录的 你别看录取率低 他对亚裔相当 他去年在大陆地区 他录的人数和 康德一样多 为什么我老喜欢用大陆地区来比对呢 因为他对美国 在那边高中的数据是不公开的 你不知道 你只能通过国际学生来评估 所以家长你可以做这个对比 这个高中也不小 也是非常贵的学区 房子的均价应该一百五六十万以上 所以学术不代表强 所以你们学区的话 千万不要看那个分数啊 那个意义不大 第二类 所在高中的竞争力太强 对吧 就像这个Thomas Jefferson 全美US News排名第一的功力高中 这学校平均的ACD 吓死人了一千五百多 他那个 AT34点多 这个学校的就是另外一种困境 你在这种级别很高的高中 你敢低吗 你要不提 要一看你就不行 对吧 除非你的成绩是validatory 你是全校第一 校长各种给你写推荐信 那可以 大部分孩子不是 对吧 你在这种这么强的高中里边 平均分的一千五 你能考得低吗 这也是另外一种困境 你必须得考 然后 这个学校的亚裔 也是65%以上 然后 这个就是我们湾区 最有名的Hacker高中 这个学校 这高中虽然排名没有那么高 但他录取的result是最强的 因为这里边有大量的亚裔 这里边亚裔比例非常高 他们的分数也很高 就是平均分 32 然后不如Thomas Jefferson 但这个学校的活动和课含量高 我前几个周 有个讲座给大家讲过一个 就是Hacker的课程呢 他的AP课是中间的课程 上AP课 你才有资格上他们更高级的课程 他们有几十节更高级的课程 所以这个学校的课程设置 就导致了他被更多大学青睐 因为他学的孩子 大学他不会说只录你不管 他会录着之后来追踪这批学生 到了大学之后的表现 学术表现和成绩 如果我录你高中今天五个名额 这五个人来的话 就是三点人以下的GPA 或者更低 这个学校明年我可能一个不录 因为他成绩不好啊 所以为什么ICT那么有用 他在一些高中 他觉得好像孩子不错 挺优秀这批 他通过ICT来判断 这是为什么经常你会听到 某个不知名的高中 录的一堆很好的学生 他有一个东西来证明我够强 对吧 这个 这个也是湾区有名的一个basis 一个没有操场的一个私立高中 这个学校在 在全美国 包括中国扩张的很厉害 在广州和深圳都开了 那个专门的贝赛斯学校 因为我们最近国内家长 资讯的比较多 他们我们有过的这个家长 就是贝赛斯的 在广州还有个在深圳的 这些学生能力很强 他们招了一批学 考试能力很强的 你单看数字哈 他考试成绩真的不低 1494 average median的话1515 但这个学校的这个录取结果 是不如哈克 他就是偏经赛刷题 也录得也不错 就需要当然小一点 但是和哈克资源比 还是有欠缺的 当然哈克最大难度 不是他多难学 而且他考不进去 他录取率 我觉得比滕校有低 就湾区来讲 因为他一大部分比例 是给从幼儿园 开始读上的那批孩子 上年那些考试特别好的 他就从外面招的 你看湾区家长 你也知道 钱从来不是问题 学费不是问题 学区房那么贵 这个学费不算什么 关系是考太难了 而且我也不建议 每个孩子都适合 读这些学校 因为你可能 在里边上课 就把自己精力都耗干了 因为里边高主太多 你没时间搞活动 你可能许结果 还不如你在公立 对吧 这个倒因人而异啊 这个没法 因为教育是 非常非常个性化的东西 和别的还不太一样 然后第三个情况 高中GP 其他二十分能力 因为我们大部分家长 处于一个不错 或者挺好的学区 不属于刚才说的 那个学校啊 也不是特别差 也不是特别好 是中间承招的大多数 这种家长呢 他更需要ICT了 为什么呢 假如你的GP不高 大家看看 你们孩子会有个 Navis account 他们的school account 会在十一年级给他打开 里边呢 左边的这个轴呢 是GP 右边底下那个横左标呢 XS是呢 是标化考试 他会告诉你啊 我们去年我们学校 甚至多少人录多少 打XR就是巨的 绿色的就是录的 然后这个紫的 可能就是一个sample了 他会放到Willis之类的啊 这个你们孩子一般都有 湾区百分之八 九十高中都有 你们可以看这个数据啊 他们学校过去几年录书 你都可以看 非常好的一个参考标系 但是这里边没有推荐信 没有科学活动 作为参考啊 如果这点你都不符合的话 你就不要升这些学校 假如这个 你们学校里边都是X 过去一年只录了一两个 你连升都比较升 除非你真的是特别强 就是我刚才讲的第三个情况 如果你GPA比较中等 你的成绩比较中等 你要考一下SAT 通过你的这个 这个标划考试来提高你的竞争力 这个是这一类第三类的学生 然后对哪些考试 对大学对有用 大家看看 那肯定排名高的嘛 我们就是我们最新统计的 当然这不是疫情后的数据啊 因为美国大学一般是 有一年的数据之后 这是美国大学自己公布的 内部的数据 我们做了一个整理 排名前二十的 我把我把UCL UC Berkeley拿掉了 因为他们现在不看了 大家看看这些私校 很多家伙梦想的学校 他的你看他ICT 前25%的录取人 申请人可能是 他的那个数值 都是1555往上 你看考诺好像很低 大家不要被这数字忽略 考诺里边有个greens 他每年是固定招收 一大批纽约州 州立系统里边的 学校的学生功效 他有那个协议 就考诺是个非常像功利的私利 他学校很大 而且他有农学院 有些特殊的项目 是定项培养的 所以整个分数不高 但是真正亚裔考的分数非常高 康尼一直没有 一直难度其实挺高的 因为大家都以为他好深 都会抢的ED啊 RD什么样很难 然后西北大学啊 这个你看分数低啊 也不低 这个就是个信息偏差 因为还有一个亚裔的话 你就不要看左边那个数据了 和你意义不大 这是给省数组 给运动员的 给校友的 和你没有关系 你就看右边行了 一个学校的亚裔比例 没有超25% 对吧 哈佛最高的时候也不到25% 所以你就可以断定 我们就属于这个分数里边 比较高解皮 没办法 这就是美国的现实 大家看见这个 这样就说 那我到底考多够合适啊 既然你说不是考满分啊 那你就看见目标了 这个普渡大学 大家看看 很多我们学生的保底学校啊 这个作为一个工程类的保底学校 非常不错的学校 就业率很好 他的区间差的很大 1190到1430 这个学校呢 足以的因素相对稍微小一些啊 就是你可以往往地里边考虑点 我们过去有1100多进普渡的 也有亚裔学生 也有录渠道 也是呃 这个信息 信息工程类的 呃 我们都有 然后就是说 你要看你的目标 你的目标 如果是就业 毕业能够找个六位数 不是 七位数六位数的年薪 然后你可以在归谷生活的话 普渡大学就很好就可以啊 你完全没问题 只要你能学下来就可以 他课也很难的啊 然后Santa Clara 我们完全非常好的一个私立 呃 他的区间也很大 所以你要看你的这个这个 当然了如果你在一个学区特别好 你的GP很高 只是说你考试不擅长 你有考试焦虑 哎你可以考试不考 这种是特殊情况啊 这个我们倒是单独讨乱 因为这种案例的话也有 我们没法在这里处理给大家说 到底考几次 很多家长 这是我本来 我们留的一个备选题目 没有没有被采用 大家看这个啊 考几次就可取决于这个 就像呃 大家年轻时候谈恋爱的时候 你在追逐一个女孩 你认为最合你最合适 你有的时候不合适就是不合适嘛 你再那么努力的话 只会让他反短对吧 包括工作也是 你在找工作的时候 你再努力去做一工作 这是我最喜欢的工作 你在各种不同程度之后 你可能结果还不好 另一个更重要的例子 就是体育运动 体育啊 大家知道你们的孩子 如果玩sports 不管是游泳 特别是游泳啊 亚裔比较擅长游泳 呃 但到初中非常明显 这个身体一旦开始长啊 亚裔就不太占优势 呃 很多孩子初中之前成绩极好 到高中打那个就整个排名就过下去 这是一个身体调教结束 同样你的number of hours 如果你是刚开始训练 不管是ACD还是体育 你前期的投入 呃进步幅度很大 我们有一个学生从1000分 涨到1300多 他在网上就难了 因为你的起步基本上 决定你的脏外增长空间 那种能够大量提高的很难 所以为什么讲这玩意是考天赋呢 那些能考36分满分 1500 8159的孩子 他起步我没有见过低于1350的 没有那么低的 但是起步越低的孩子 进步幅度越大 所以这就是一个经济学上的一个取向 叫编辑效益递减 就家长很多学过经济选拳课 肯定知道这个事 这其实代表了人生很多东西 你再努力到一定程度的时候 他是不带 他的收益在递减 那一直涨特别慢特别慢 然后他到一个峰值的时候 你再努力 不管是个人厌务 还是实力到极限 他会往下走 给大家做个最真实的例子 我考过N多特GRE 我第一次考的时候最高的 是我第一次 好像第一次应该是我最高的一次考的 第一次是我最没有感觉 最不太 就是感觉状态一般的就比较猛 当然前期做大量的训练 我做了大量的那个体验 也是背单词 花了什么功夫 然后第一次考 今天是我最后最高的 我第一次考了一个分数 然后呢 后来的四次五次我也忘了 完全是一个分数 没有变化 不管是我感觉状态好 就是一个极限 然后我对教了很多年前 我读第一个硕士的时候 我的那个GMAT的分数 做一个conversion 我发现进步幅度不是很大 也就是说这是我的极限 对吧 但是我和别的孩子不一样 这样不一样 我们用考试来评论 我的这个这个人的智力 或者是我的发展 因为我觉得我从这个行业 我做的还挺顺的 对吧 一些一些那些 同行我有接触 我们一块有交流 他们学历很好 同校大同学 本科那种同校 我觉得他对行业的了解 还不如我的 对吧 所以这个家长 就是不要因为孩子考的 不好 而基于他们的智力 他只是说明他不擅长 这个逻辑和和语言这块 只只只只只只此而已 你看马云一样 高考都已经考得多少分 对吧 这个这个不能比的 而且那个美国这大学里边 很多CEO不是名校drop out 他本身他就是一个 呃他的他特长不在这 人是一定的特长 这是一点 所以我告诉很多孩子 就是你努力的时候 当你发现 你到评论期的时候 当然了 前提是我们的老师评估 你的努力和你的技巧 达到一个峰值 你如果技巧没有学 自己只是瞎练的话 你肯定提高不了 就说这个评估是需要 很多人去参与的 不是说你排脑袋 啊我要做了 我到极限 有可能技巧不到位 对吧 所以这个这个是一个 综合的东西 所以我觉得家长 要要要要评估一下 呃你你到底是 呃要不是你想要什么分数 而是你家孩子的极限在哪 这个我们是专业的 我们我们的老师和我 还有我们的顾问 非常容易判断 因为我们的案例很多 都是亚裔 在美国长大 或者国际学生 家庭背景 教育路径 呃所受的知识 呃接受的知识 非常相似 所以我们的三毛 非常精准 然后哪些学生不用考啊 给大家讲 特例不用考 就是你只身上 UCCS U-DOT 你只身这几个学校 这个是真主用考 你就把GP刷高 活动做好 不代表你不做活动 AC啊 除了中间这个CSU 不用写AC 或者写的非常少 这两个还是要要AC的 UWAC很长 很长 问的也不太一样 然后呢 第二个 不止申请Test Plan大学 就是你如果还想 不妨申UC 你申请别的来 来对冲风险 那你也可以不考 前提是 你GP够高 你的学校够强 非常好的学校啊 中等偏向的学区 非常好 你的Hook够锋利 Hook就是大学生 里边唱的一个词 那个钩子啊 就说白了抓人的 那个东西 你的家庭背景 够不容易啊 说的可能不太 不太礼貌 但是比较直观 就是你要够惨 你要够惨才行 然后呢 你父母是校友 本科校友 或者你是教职公子女 也可以 或者你有特殊族裔 我们过去有学生 家里边是那个 International Marriage 就父母不是一个族裔 占便宜 占便宜 如果他看不出你是亚裔 还是占便宜 特长 我这里边特长是真的是特长 不是你随便高级事情 那不叫特长 那叫爱好 那些特长就是非常少的一些 还在在Business啊 在在Community Service里边 做的非常突出 非常Exaordinary 非常卓越的 才有资格来对冲 标划不在的影响 因为我们是亚裔 这是一个死循环 我们没办法通过 足以来占便宜 反倒足以是一个劣势 但是没办法 我们要认清这个现实吧 然后最后给大家总结一点 实际上都不是问题啊 所有的问题都是在 找解决方案来解决 我最喜欢这个行业的一个点 就是家长来 孩子来 他来的是 他带着问题 他很焦虑 但是我们基本上 很轻松 就给找个解决方案 对吧 你很多时候是你的认知偏差 是对孩子不了解 或者是你存在幻想 你用中国那一套逻辑 就是努力战胜一切 人定胜天 这个是不可行的嘛 如果你在美国待足够久 你在美国念过书 你才知道人是战胜不了天的 一个Covid-19 可以让全世界 倒成这个样子 你说人定胜天吗 对吧 这只是我们自我洗脑 我们要respect这个自然 和这个上天的这种arrangement 我们人实际上 有时候很了解的 你要了解这个 另外就是说解决方案 很多 孩子本身的原因 家庭教育的原因 学校教育不足的原因 资源不足的原因 还是你的意识没有到 还是你的思维 没有跟上录取的变化 这都有 所以解决问题 然后最后就给大家 一个小的漫画 David Goyas 这个我们在月底会开课 家长有训练可以参加 我们有那个 一些非读小说阅读课 这个圣经里边的故事 非常经典 怎么以小博大 如果从全 如果是规则一样的情况下 这两个人没法打 这个巨人Goyas 肯定是会把这个David 给给瞬间秒杀 但是David能够把他干掉 David杀一个木童 因为他的武器 这个打的就是这个 Goyas巨人的软肋 所以整个在我们生活中 我们其实就以小博大 我们就是用我们自己 最上达的点 来打我们目标的 最博弱的环节 这个人有巨人症 在史上有记载 他的脑吹力是有问题的 所以打到这个脑袋 一边打不死 他能打死 反正这个很有意思 Mark Goyas 专门有本书 是讲这个的 我们也会拿出这个书来 给孩子做一个阅读课 所以就给大家告诉 不管你孩子 属于什么环境 你们家庭什么样的特点 你在这个大学申请 和职业规划的路径上 一定要是以小博大 用自己的优势 去对冲这个制度里边的 一些对你有利的政策 而不是硬碰硬 你像我一样 你接下来 我再考十次 成绩也不会提高 我已经充分证明了 我也不是不努力 我有放弱的时候 所以这是我今天想 总的重点 就是没有捷径 但是有策略 策略会让你的效率 更提高 OK 好的 非常感谢 贝老师今天的分享 那希望我们今天的讲座 能帮您和孩子 更全面的了解了 这个SAT的走向和趋势 那如果大家之后想了解 更多Enlightings的服务 或者是有其他的问题 需要咨询 也欢迎大家致电 或者扫描屏幕上 我的二维码 如果家长呢 想要加入到 我们的家长群当中 可以加我微信 我来发邀请给您 今天的讲座就到这里了 非常感谢大家的参加 我们下周六晚八点 同一时间 不见不散 对啊 谢谢大家